好,今天有一个网友问我 这个他吃了红田屋呢 他也听很多朋友使用红田屋来治这个心脏病的问题 然后这个网友呢 他问我这里说这里的问题 然后他的网友说喝了这个红田屋呢 也没有效 对心脏病那边 心血管疾病那边 也感觉到好像没有效 没有效果 然后这个网友找到我 然后他问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个红田屋有效 有的人没有效呢 这个呢,大家要学习 因为我这个呢,我今天会讲出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我指导那个人喝 那个人有效 但是那个人再传给 再传给别人 吃了可能也没有效 因为有很多种原因 所以呢,没有经过我指导呢 他可能喝的一半一半 有的没有效 有的有效 然后今天呢,我要告诉你 真正什么原因 为什么有人使用红田屋 喝了对心血管阻塞 有效 有的人却没有效呢 到底这个原因是出在哪里 我相信这个问题呢 是有很多人都很模糊 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出在哪里 今天呢,我会告诉你 一步一步的告诉你 所有真正的问题 所有你真正需要去看的问题 因为你听人家讲呢 是这样子讲的 但是你没有一个人 直接指导你 教导你 这个网友呢 他 呃 在我的title那边 我现在放过去的 这个是他写给我的 他给这个顾问的钱给我 然后呢,我觉得 既然他给这个顾问的钱给我呢 我就帮助他 呃 当着这样不思 啊 当着他给这个顾问的钱当得像个布施 而给更多人知道 好,今天呢 让我直接进入话题 那红田屋 那你看 这个是红田屋 你可以看这个红田屋 拿一部分起来 红田屋 你看这个红田屋 这个红田屋 你在外面买 你在外面买的话 跟你自己种 跟在商上种 有什么差别呢 单单红田屋,都有邪问 这个红田屋你看 这个新鲜的红田屋 这红田屋 如果你把它种在 流水的地方 污染的地方 多重金属的地方 一般上 一般上 红田屋呢 很多人种在 沟区旁边 有很多污染的地方 流河人 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种的 拿污染的水 淋在这个红田屋 然后呢 拿去巴萨卖 有很多 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用很好的水 所以拿去巴萨卖 然后你去买回来呢 可能喝了 有的人有效 有的人没有效 然后有的人呢 他们就放 这个红田屋呢 他们种在土地上 他们放 可能放 农药或者化学肥 放下去呢 这个红田屋呢 它的效果 也有很大的分别 好 然后我的这个红田屋呢 是在哪里呢 我这个红田屋是种在 斜坡 高山的地方 一般上 你会听讲 榴莲是在高山的地方 榴莲呢 是在 特别的不一样 跟平地 或在水的地方 生出来 或者在平地的地方 生出来的榴莲 掉下地下 你拿来吃 跟山上呢 是完全的 它味道 口感都不一样 红田屋呢 它也是 这样子的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很简单 我再解释一个 假设你去抓鱼 你去抓鱼呢 大家应该有吃过鱼吧 如果你在海鲜楼那边 如果你是 假设你去 钓的鱼 马上钓起来呢 然后呢 你马上煮 拿来蒸 来吃这个味道呢 真的是不一样的 它的味道 清香味 真的是不一样的 跟 那个鱼 放了 十多个小时过后 然后你再拿来蒸呢 它的味道 口感 都不一样的 都有很大的差别 然后红田屋呢 它也是一样 红田屋 有的人采的 怎样呢 采的 丢在那边 大概一直 黄掉 干掉 然后再煮 效果都差 第二点 红田屋 你采 你采下来呢 你没有洗干净 它的口感也不一样 你必须要洗得干干净净 你煮呢 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特别不一样的 有很多人如果说 假设这个红田屋不是你采的 你叫别人采 别人采呢 肯定是 采料呢 随便洗 没有洗干净净的 就是丢了去窝里面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煮 它煮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很简单 你可以自己试 你洗干净 你自己煮的 跟你叫一个人煮给你的 它的口感 你都会感觉到不一样 如果你有仔细的 去观察的话 一定会感觉到不一样 然后这个红田屋呢 这个我的这个是呢 是在高山斜坡的地方 不是种在平地或河沟的地方 不是 我有做胶囊给人家 人家有问我呢 我有做胶囊给人家 有台 来自台湾的也是有 来跟我 跟我买 然后呢 我给他吃 他一个月就 改善了 心脏病就没有问题 然后有一个呢 就 在 就后的 他就 他去医院 去中医西医 去看 看很多 住也住院 住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都解决不到这个问题 然后他找到我 然后我就教他 使用这红田屋 然后我每一个step都教他 怎样这样去吃 他吃了过后呢 上个月过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去 咀嚼到晚 咀嚼到晚 这是一个老板来的 他咀嚼到晚 他整半年时间 他已经 他不是说他差不多有死过两次了 几乎要死过两次 因为心脏病 跳动不止是很辛苦 死过两次了 差不多 起死回生了 然后遇到我呢 就是没有问题了 所以呢他一直吃到 他有跟我拿这个红田屋 现在已经用了整年多了 应该有整年了 现在整年多了 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红田屋呢 所以他在哪里的 你在哪里拿的这个红田屋 你要看好 不要在有污染的地方 虽然人家在外面卖 一般上人家外面卖呢 是放比较多 种在有污染的地方 有种金属比较多的 有的会这样子 会种在那边 所以你要找这个红田屋 不是随便 这样子随便去巴萨去买 就拿一包水来喝 就是了 有很大的差别 一个在高山没有污染的 生出来的 跟有流水的 有污染的水呢 吸起来的这个红田屋呢 都有很大的差别 它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一个在河边的 生出来的红田屋 跟一个在高山的 有什么差别 在河边的呢 你来洗干净以后 你来嗅一下看 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跟你在高山的地方 你洗干净 你来嗅或你来腰来吃呢 都不一样 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红田屋它是在有污染的地方呢 它就有臭鱼 那像鱼腥味的味道 就不一样的 跟你这个 如果你在高山的地方呢 你绝对 嗅不到有鱼腥味的味道 好 这个呢 这个是真正有quality的这个 红田屋 所以有很多人探便宜 可能去买 比较便宜的 当然人家是随便种 它自然生 而且生在有污染的地方 很多人都贪便宜 对不对 所以你吃到有效没有效 这个是你自己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教你煮 怎样煮这个红田屋 这样煮红田屋 然后你可以看 我这个网友呢 他 我 叫他给我看 他的照片 我看他舌头 他的病 病情怎样 然后 我今天呢 我是特地 做给 这个 组这个 这套方式呢 是给这个网友的 因为他是叫我 做顾问 所以我这个是特地做给他 但有的人 的方式会有一点不一样 有一些不一样 但这个网友呢 他必须要跟我这个方式 因为他有点高血压 所以呢 红田屋 你可以看 这里 你可以看我这里 你可以看我这里 这个 就是水 这里就是水 这红田屋呢 你看这个 这个 一般上 像这样子 一把的红田屋 一把 这样放下去 这个水 差不多盖上 差不多盖上 然后呢 这个 红枣 红枣 五粒 黑枣三粒 然后枸杞大概二十粒 红枣 你可以放多 如果高血压的人呢 就不要放多 就放五粒 或者三粒 就可以了 如果糖尿病了 就不可以放多 就大概三粒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 红枣呢 你要把它拔开 你要煮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拔开 把它拔开 放进水里面 把它拨开 给它比较快 出味 这样子 这样子 可以看吗 这样子 然后这个 枸杞呢 这个二十粒 大概 撒下去 大概撒下去 然后 黑枣呢 要洗干净 也是 拔开一点 拔开一点 放下去 这样子 放下去 拔开一点 这样放下去 放下去 然后 然后 然后你 盖起来 然后拿水煮 水煮几久呢 这个 这个要水煮几久 这个要水煮 大概 大概二十分钟 十五分钟 看你多还是少 你多的话 就半个小时 一般上二十分钟 就足够了 如果你拆一把的话 像我这样子 大概二十分钟 就足够了 然后呢 然后 这样子 来煮呢 来水煮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然后盖起来 你可以盖起来 然后再水煮 大概二十分钟 煮了二十分钟过后呢 因为你是用这种窝 有铁杠的 这些窝 你来煮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你来煮过后呢 煮滚过后呢 你在窝里面 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 然后你把它倒进 去 这种这个铁杠里面 酒的铁杠里面 叫这个红甜蜜 你可以看到 有红枣 有枸杞的 这个呢 我是煮整 整杯 一杯这样子 一般上你一个窝呢 你这样子煮呢 你这样子煮 煮了差不多它水 倒进去大概一半杯 然后你再用一百度的水 加满它 加满它 然后 你来喝一整天 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煮这个红甜蜜 然后呢 最主要 你可以加满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 煮这个红甜蜜的方式 这个方式 这个呢 最好在早上的时候煮 早上煮的时候 你来喝一整天 你不要半夜 晚上的时候煮 煮了明天喝 因为这个红甜蜜呢 你水煮的红甜蜜呢 最好 在十个小时里面 把它喝完 不要喝不完 丢进冰厨 再拿来喝 它就变子了 它就变子了 所以 有 呃 心血管病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要煮了过后 十个小时 把它喝完 不要流 这个很重要 不要流 流了 它会变子 放进冰厨 它也是一样会变子的 如果你 因为 你们没有去观察的 你们不知道 这样我有去观察的 我就会知道 它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不可以 你超过 醉 醉 醉酒 十五个小时 在十个小时 喝完是最好 最漂亮 好 这个要记住 然后呢 像这样子 一下 对我来讲 我喝一整天 现在我要喝到 到这里了 喝到这里 在十个小时里面 一定要喝完 最好 最漂亮 你喝起来呢 如果一个不好的红甜污 你叫人家煮的 跟你自己煮的 你喝起来 它的口感都不一样 如果你有仔细研究 你喝起来好的红甜污 你喝起来 它的味道 你跟着我这个方式 它的味道呢 它好喝 有清香味 有甜味 它是一个很棒的味道 如果你叫别人煮了 如果那个人洗衣不干净 或者处理不干净了 你就喝不到这种味道 或者过夜的 你就绝对喝不到这种 有清香味 有甜味 很顺喉的 这种 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 如果你叫别人煮 跟你自己煮的 像我们在外面这样子 它麦斯这样子 这样常常是它跟你煮的时候呢 最好 跟它拔掉 八小块 好 把断掉它的根这里 就给它加快它的收获 不要整个就是放在去里面 因为有这个网友呢 他自己有种 我就教他 他自己在家里有的东西 我就教他自己保健 因为我不叫他在外面买 虽然我也是有卖 但是呢 他自己家里有种 他也给了顾问费呢 然后 一定要把小块 然后放在去煮 放在锅里面煮 不要整个一大团长长的这样子 丢进去锅 它的效果 煮出来呢 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最主要有很多人 忽略了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呢 就是所有 我所讲的 煮好了这个 使用这个 串心脸 不是 使用这个红天污 来自这个心血管疾病 不是 使用这个红天污 来自这个心血管疾病 然后这个要怎样吃呢 就是 早上煮 喝一整天 当水喝 你喝了过后 喝了过后呢 每一天煮一次 就是 如果你有心 像你心脏跳动不正常 心脏跳动不正常 或者 或者你有先天性 心脏不好的人 你就用这个方式 你就用这个方式 先天性 心脏不好的 等下我会再教 你如何 保健 这个是我教你 如何用 红天污来保健 如果 这个是最主要 一个人有心脏病的人 你要注意 有心脏病 你发现你的心脏那边 会有刺痛刺痛 或者很痛 有时偶尔痛 偶尔不痛 这种 有时 好像闭闭 有的东西通 又不通 那你要注意 你要快点用 或者你要在外面快点买 买来吃 或者你在医院那边 发现到去验血 有发现到有心脏阻塞 你也是可以用这个 一般上在医院那边 如果你心脏阻塞去开刀 你要花 打底要超过五十千 或者百多千以上 来吃这个味 但是呢 你用这个红天污 你猜一看 你用多少钱来吃这饼 哈哈 这真的是超级便宜 如果再去开刀呢 这是百多千 你开了过后呢 你要吃半年的药 或者三个月的药 还要吃十多种的药 哇 你要吃到 而且你开了过后 整个人销售 整个人变得完 尤其是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我建议你 可以的话 就尽量吃这个草药 因为现在医院呢 每个医生都很忙 忙着 对付这个新冠病毒 你可以的话 就在家里自己住 自己吃 因为这个step 不懂呢 你可以 请问那些会的人 而且 如果你要问我一次可以 然后呢 然后这个呢 是来保健 这个甜甜喝 如果是你有心脏病 你是有 先天性心脏病不好的 你叫每天喝 如果你不能每天喝 打底 一个星期或者七天里面 你要喝两三次 打底 如果你已经心脏病不好 不正常了 你一定要甜甜喝 这次跑不掉 当你好了过后呢 你好了过后 你两三天喝一次 两三天喝一次这样子 总之七天里面 两三天喝一次 总之七天里面呢 你 总之你过了 两天 或者三天 一定要煮 煮来喝一次 一定要这样子 因为呢 你的心血管疾病呢 你还没有真正的 好到完 没有很多人喝的 好像 没有事啊 就当成没有事 就去做工 就这样子 突然间来的过后呢 那你怎么办 然后接下来呢 有心脏阻塞的人 有心脏阻塞的人 或者心脏跳动不正常的人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这肯定有效 肯定有效 你跟着我的方式 如果你有糖尿病 有高血压 或者你有低血压的人呢 可能你就不可以完全的跟这个方式 不能完全的跟 就要看 因为有高血压 低血压 有糖尿病 这种人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可能这个方式要改一改一点 如果正常的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的 就可以完全的跟我这套方式 你喝了肯定见效 肯定见效 如果有糖尿病 高血压 低血压 这些 你要注意 可能要变动一点 要变动一点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红田屋 如果你有心脏跳动不正常 最主要 你要定时睡觉 不要熬夜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你不要熬夜 不要 3点 4点 才睡觉 因为你有心脏跳动不正常 你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你要给你的心脏休息 然后 有心脏病的人 有怀疑心脏病的人呢 第一点 你要治好你的心脏病 第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喝酒 第一点 你不可以喝酒 你喝酒呢 你的心脏 乱了 跳动不正常了 你要好了很困难 我告诉你 因为 人喝喝气都会醉 何况你的心脏 对不对 何况你的心脏 一定会乱跳 对不对 你已经跳动不正常 不能不受控制了 你再喝酒的话 那就更加糟糕 明白吗 大家好 然后呢 第二点 不要吃太多的肉 肉尽量去少吃 你可以不要吃或者尽量少吃 好 然后第三点 海鲜东西 不要去吃这样多 油炸的东西 不要吃 这个很重要 酒 油炸东西 有性血管阻塞的人 不可以 这两种 第一点 油 这个 这个 酒 跟油炸东西 一定要 了解自己 吃什么东西 一定要把它戒掉 还有抽烟 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抽烟 因为抽烟呢 也会影响你的心脏 好 然后这些 有心脏病的人呢 这些 要照顾吃的方面呢 我已经说 讲到完 我已经讲到完了 然后 然后呢 第二点 有心脏病 假如说你有心脏病 已经好了 没事了 然后 你偶尔得空 你可以去采这些 诺尼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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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尼果呢 诺尼果呢 它有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青色的 有在开花的 就绝对不可以采来 奶奶奶 或者奶生鸟来吃 你一定要采这些 白色 白色或它 软了 软了就比较臭了 这个 还黄了 这样子 都可以 最最漂亮呢 你找了诺尼果 一定要这样子 采到白色 黄色了 接近要软的时候 这个是最主要 你找这个来吃 这个是 有心脏病的人的水果 这个呢 这个 这样子呢 你可以拿来blend 它里面有很多种子 或者你可以拿来这样生咬来吃 这样生咬来吃呢 你可以看到了这样子 它眼睛地方呢 你可以切掉哦 洗干净切掉 或者它的表皮 把它切掉 把它切掉 然后你来咬 它里面的肉 你咬里面的肉 有一点苦 有一点苦 讲苦呢 又不是很苦 那种 然后你这样咬 你可以看到 它有种子 有心脏病的人 记住哈 你心不好的人 心脏跳动不正常的人 或者你觉得自己 心脏好像好没有力 这样子 你可以去找这种 挪腻果 这样子生药来吃 是最好 它有的种子呢 你给它拿掉 然后你吃里面的果肉 你一天你吃一粒就够了 你可以吃两粒 但是不要超过 吃超过五粒 不可以哦 不可以过量 一粒到两粒就足够一天 好 如果你有心脏病的人 或者你认为你心没有力的话 你吃了这个呢 肯定你的心脏会很有力 大家明白吗 好 这个很重要 给有心脏病的人 他的水果这个食物 然后显着挪腻果要很 要很注意 就是 你不要显轻轻的 你不要显轻轻的 你一定要显黄的这样子 黄是要摆着了 或者有黄这样子 不要太轻了 太轻了有毒 太轻了有毒 要显这样子 它毒素减少了非常非常多 你这样子要来吃 你一天 吃一粒或者 两天三天吃一粒 当着保健 这样子 这样子呢 你有煮水 跟吃这个挪腻果 你的心脏 你的心脏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或者在晚年 50到60岁之间 50到60岁之间 是一个心脏病 心脏病的人 最危险 最危险的时候 50到60岁 一个人 50到60岁 就是心脏 开始衰落的时候 如果你又 50到60岁之间呢 是很危险 很多就是死亡期 就是在这里 50到60岁 记住 如果你要活到80岁 你一定要看完 你要学会完 我这个 使用这个红田屋 最省钱 这是最省 找不到第二个最省的方式 你可以不用 不需要用到 去住医院 什么工都不能做 去开刀很辛苦 你不需要 你可以在家里自己煮 或者吃这个 胶囊的都可以 吃胶囊的方法又不一样 然后这个呢 今天我是教这个 这个网友的方式 因为他自己家里有 我必须要跟他讲这种方式 然后你每天吃这个 这一粒或者两 你好了 过后呢 两三天 吃一粒这样子 这样子 你的精神就很好 跟你喝这个 红田屋水的话 你的精神就很好了 就不会说很累那种 这一点 然后你要 你有心脏病的 你要活到80岁 90岁 你要做这两点 这两点 你要煮水喝 有吃这个 挪泥果 第三点 第三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你要 帮兵 帮兵 帮兵啊 你的脚直直这样子 帮兵 像我们 在学校的时候 那个你训练兵呢 那兵会叫你帮兵 这种帮兵 一天帮兵三十下 你训练你的身体 你的心脏 你这样子训练 这是一般上 男孩子啊 如果女孩子呢 可以学气功 可以学气功 你可以学帮兵 一天三十下 保持三十下 或者你没有空的话 你两天三 两三天 你可以再重复这样子 帮兵 三十下 这样子每天 最可以的话 你每天 这样子呢 跟你还有学气功 跟使用这个方式呢 我相信 你要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绝对不是问题 绝对不是问题 最主要在五十到六十岁 里面有心脏病的人 怀心脏有阻塞 要听好 这是关键哦 这是关键 一个人突然间死亡 就是在五十到六十岁 这个之间 就是心脏一个人 这心脏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你又心脏不好 就很难过六十岁 大家明白吗 这个我希望呢 大家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这个 最省钱的方式 来保健 来治疗自己的心脏的问题 心脏阻塞的问题 因为这个呢 这套方式呢 我给了很多人用 都很有效 有的很神奇的 很快见效 有的会比较慢 可能他饮食方面没有照顾了 因为他喝酒 如果他有跟着酒接掉 不要熬夜 不要吃油炸肉的那些东西 这样肯定很快 这样肯定很快就见效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吃穿心脸 可以吃穿心脸 它去掉这个 这个油 你身体的油 那个毒素 可以把你拉掉 是最好 或者你多喝一些茶 也对你的心脏有帮助 最主要呢 这些我所告诉你的 你这样子持续这样子吃 可以的话 如果你再加一些补的话 你可以吃一些要人参 或者巴仙菜啊 这些之类 这人参之类 这人参之类的东西呢 加强你 可以活到八十九十岁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网友呢 他还有 因为 我叫他给我看他的舌头啊 然后这个网友 我看过去呢 他的 他还有 他的 他的 背上呢 经常会背上 龙骨啊 龙骨经常会痠痛啊 经常会有痠痛的问题啊 他会得到癌症呢 一般上 一般上 得到癌症啊 他会得到 血的癌症 骨癌 血癌这种 比较容易得到 所以油炸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去吃哈 尤其是你有心脏病的啊 这个网友哈 油炸东西你不要吃呢 跟过夜的东西很 这个一定要注意哈 一定要想好 不要吃过夜的东西 不要以为啊 煮好东西 放在冰厨 明天再来吃 这不可以哈 有心脏跳动不正常呢 千万不要吃过夜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哈 那我希望这个视频呢 你可以分享出去 可以帮到 好像是可以帮到真的非常非常多人 尤其是在这疫情期间 有很多人都会有心脏的问题 尤其又戴口罩呢 心脏会更加又戴口罩呢 心脏会更加的衰落 我相信这心脏病呢 在这疫情期间会翻好几十倍 有心心血管的人 翻好几十倍 如果你这个视频你分享给人家知道呢 这个是真的是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个所有我教你的 这套方式 这套方式 你可以这套方式 你可以活到 80岁90岁的方式哈 我所讲 教你怎样用这个红天欧 这所有 从看回去啊 要一直看回去呢 你就可以抓到这些 因为有很多人 他听人家讲 又又又不懂 不是很清楚哈 所以这个这套方式 一定要听好 前面我所讲的每一套 方式跟着步骤 去找最好的给自己哈 你要给自己最好的 你的身体才会更好的 就好像你照顾汽车 你汽车你给最好的油 那汽车就肯定比较耐 engine肯定会比较耐 如果你不好的 你给最差的当然是 你的身体的 engine 就会比较差了 对不对 好 像红田屋 红田屋呢 像人家去买摊便宜的 会去买 也是来自不明的 也不知道 好还是不好的 这样子呢 这样子就 怕吃到效果就没有这样好 好 因为 因为 有很多人 就是这个网友 他讲他的朋友 两个吃到 都觉得没有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为什么呢 看看回去 我所讲的 他有没有根 如果他有根 肯定会有效果 如果他吃 我自己有研究 我要给有心脏病人吃呢 我都认为非常见效 因为这个 像我这样子煮呢 这个喝的精神都非常好 这不一样 你有喝没有喝 精神都非常的不一样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 然后 关于这个 用这个红田屋来治 心脏病的问题 心脏阻塞 我希望这个网友 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 给我这个顾问费呢 因为 他叫我 我 跟他 跟他讲 我希望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我 做一个直播 来顺便告诉他 而且顺便 也告诉身边 所有的人 因为我发现 现在 肯定 有心脏病的人 一定翻好几十倍 一定翻好几十倍 因为有很多我相信 可能不是中 新冠病毒 而死 可能是 心脏 阻塞 而死的问题 所以 我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最好 是这样子 然后 我所要分享的 就是到这里 谢谢这位 这位网友的顾问费 希望这个功德呢 可以回向给他 希望他可以活到 八九十岁或者一百岁 而且 希望他可以帮助到更加多人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大家的观赏 新马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 新马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 来自 来自 网友的 诚 诚 这里 比较严 等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谁的留言 然后 谢谢 欢迎你 Sa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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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 不知道你来自哪里的 谢谢 欢迎你来到 WSTV 陈一郎 好棒 谢谢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因为这个疫情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心脏的问题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赏 新马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 见